同一师投手潘威伦 外野手流富豪 虽然殷伤婉拒国家队争招有些可惜 但是因此能更从容备战新球技 甚至干脆进场维修 小破原本右手轴就有骨刺 去年底亚洲职邦大赛撞伤 导致骨刺剥落掉入了关节枪 就是怕球技赛密集的比赛会很容易发炎 然后所以就就是跟医生还有防务员讨论之下 就是说医劳容易把它就是用关节镜把它清一清这样 如果当时接受了国家队争招 小破恐怕也没有办法进行手术 现在能够好好养伤再度调整到最佳状态 医生是说三个月 然后我是我那个时候是是抓大概两个半月 但是目前就是拆线 拆线一个礼拜的情况就是复原进度 又有再更更短更缩短 我觉得还蛮理想的 至于国家队常客潘威伦 今年也终于可以专心备战新球季 因为如果你要调整今年赛 你势必要更快的去把你的状态调整到好 那现在就是没有的时候 你可以说是比较有充裕的时间去调整 潘威伦前一两球季 肩伤常常困扰着他 现在有更多休息时间 甚至调整布料可以放慢些 已经有上去几次 但是捕手了还没有正式蹲下来 就是站着这样子 就调整动作而已 那可能一个礼拜 现在可以投到巴斯克的球 有了充足的准备时间 职包20年开打 球迷可以期待潘威伦 刘富豪用最佳状态呈现精彩赛事 YTV新闻黄洋 许培议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